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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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的话到下个礼拜二又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 但是礼拜二的东北季风会比这一波就是礼拜五下午暴到的来得再强一点点 所以总而言之春天就是不断的变化的天气状况 大家应该是觉得非常熟悉的 所以这个东一也不要完全急着收起来很厚的可能可以收了 但是有一些外套还是留着会比较保险一点 好 那不只在下个礼拜二 这个下个礼拜二 这变化最后会一直到礼拜四 那之后的话会再回暖一些 总之这个起起伏伏的天气状况是春天的常态 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大家可能要稍微有心理准备一点 好 那这两天天气非常的好 所以可想而去的空气品质真的是还蛮糟糕的 在今天的整个西半部地区的空气品质都不好 当中的比较严重的是云嘉南跟高屏地区都是红色警戒 那另外的话北部地区也没有好好多少 北部竹苗中部的话都是橘色提醒 好 所以今天整个西半部的这一代通通都是在 雾霾这个空屋当中 OK 好 所以这有关于在今天天气跟空气相关的讯息 那明天是元宵节 所以明天下半天天气稍稍转凉 也不会到很冷 刚好是元宵 好 所以这个部分提供给大家 那么来看每个地方详细的温度还有降雨几率 我们看到在北部地区 17-29度降雨几率10-30% 中部18-27度降雨几率10-30% 南部18-30度降雨几率20-30% 而在东半部地区呢 宜兰18-26度降雨几率40% 花冬18-26降雨几率20% 外岛地区13-23度降雨几率10% OK 好 所以这些是跟天气相关的讯息提供 好 那看完天气一样 接下来看的是疫情啊 好 那疫情的话呢 连续两天了啊 又突然之间呢 有点增加的趋势啊 那这个增加的状况比较明显的呢 是在美国欧洲跟中东地区 我们来看呢 这个在美国 呃 先看全球啊 这个全球的话呢 昨天是单日新增35万 今天呢 来到了单日新增40亿万啊 好 那主要的话呢 美国跟巴西啊 都是跳到了6万多人 单日新增感染 而且呢 死亡的人数呢 也是变得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啊 一天呢 美国就死了2172个人 巴西呢 也死了1311个人 好 那两个国家呢 单日新增都有6万多人 那另外的话呢 在美国的隔壁啊 这个南边 墨西哥啊 这个本来先前的话呢 也是啊 这个本来一度紧张 后来呢 缓和了一些 大概连续两三天 我刚看了一下 都是两三千人 今天陡然升高到了6000多人啊 那6000多人呢 单日感染 而且有1200多个人单日死亡 好 所以呢 等于呢 这个疫情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呢 是随成一个趋势性的缓和啊 也是上上下下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是属于啊 这个美国跟巴西 还有呢 美洲的墨西哥 那另外的话呢 欧洲地区呢 真的是还蛮值得注意的啊 因为呢 这几天我们看到一些好消息 是来自于呢 比较明确的 像是英国 英国的话呢 他们的首相Johnson 已经宣布了一个很开心的 很具有强烈希望的期待啊 这个四个阶段的起风 呃 然后啊 这个希望到6月份的时候呢 今天夏天 很可能呢 大家就可以呢 出门去玩耍了 哇 所以突然之间呢 呃 这个订房啦 旅游啦 航班呢 大爆满啊 那实际上不只是英国啊 有些国家也开始觉得说 我们现在很认真啊 来这个进行啊 一些啊 这个防疫 那而且有疫苗了啊 所以陆陆续续的解封的心情 似乎也出来了啊 那所以呢 连续的两天 至少这两天看起来 呃 原本啊 这个平息一点的疫情呢 又突然之间升高了 整个的欧洲呢 在昨天单日新增12万 今天单日新增16万 当中的法国 我们才说呢 法国呃 前一天是2万多 今天呢 增加到了3万多了啊 随着法国目前的状况啊 又重新拉起警报了 单日新增呢 31519个人 那另外的话呢 呃 本来比较平静无波的 像是捷克啊 一度紧张 后来平息 现在也起来了 所以两个东欧国家 一个是捷克 一个是波兰 好 捷克呢 单日新增1万5 波兰单日新增1万2 好 那另外的话呢 那意大利啊 也是有单日新增1万6 呃 俄罗斯单日新增1万1 哦 所以呢 有五个国家呢 今天欧洲破万 那另外有两个国家呢 看起来也就在边缘 一个是英国 一个是西班牙 好 所以这两个的是前一波 疫情最严重的两个国家啊 这个西班牙先前 也有很严重过啦 哦 那但是一波又一波 总之 哦 在过去这一波 即将看起来要平息的这一波 英国跟西班牙是比较严重的哦 但今天的话呢 两个国家呢 都是9000多 所以呢 接下来是趋势性的会往下呢 还是呢 突然之间会因为过度的松懈 而反弹往上呢 真的有点说不准啊 所以呢 这个目前的是欧洲 又重新啊 看起来呢 有点点啊 这个复燃啊 这个疫情复燃的状况 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呢 亚洲啊 算是比较平息一点的 好 但亚洲部分的话呢 在中东地区啊 也是几个呢 看起来这个数字呢 一直都不是很平稳的降的下来 我们先看印度啊 这个单日啊 单日新增一万七 也比先前多一点点 那另外土耳其啊 这个9500多 伊朗呢 2000多 印尼7000多 好 所以呢 呃 等于是都没有完全的啊 这个呃 很明显的趋缓 但至少没有像欧洲跟美国突然之间啊 又升高 那另外的话呢 在昨天我们不是有两啊 有四个境外移入吗 啊 这个四个境外移入 三个来自于美国 一个来自于马来西亚 所以我们也一直都跟大家关注到马来西亚啊 在东南亚的部分的话呢 印尼最严重之外就是马来西亚 那马来西亚的话 今天的单日新增3500多啊 呃 差不多 他大概都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相对 来说是他们的高峰 OK 那最后看看呢 这个日本跟南韩啊 是看起来有比较缓和 呃 日本的话呢 呃 这个昨天是 跌到1000以下嘛 今天回到1000 1011 呃 南韩439 中国跟香港比较相对来说低 哦 中国12 这个香港17 所以整个的啊 亚洲大概是呃 持平维持到7万多多人啊 这个单剧感染 好 所以呢 在今天相对来说比较严峻 而明显看起来又有升高的 让人家担忧的地方的是 美国巴西还有呢 啊 欧洲地区 好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 呃 是 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那巴西的话呢 为什么突然间升高 我刚看了一下啊 呃 现在巴西的圣保罗 这个非常大的城市 他们又重新的进行了相关的一些宵禁了 因为他们的疫情很明显的恶化 呃 这个恶化的原因看起来啊 应该是跟他们的嘉年华有关 我们都知道巴西的嘉年华 这个是享誉全世界啊 但是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们的呃 官方当局 是宣布呢 每一年二月的嘉年华 在今年呢 是不举办的 但是在地方上面的大家啊 这个真的是我想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传统啊 大家忍不住也闷坏了 所以地方上面呢 其实四处频传 他们都在私底下 举办的这个嘉年华的啊 狂欢party 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啊 所以呢 呃 陆陆续续呢 在今天看得到的呢 是圣保罗州啊 他已经是第九个州 在这段时间呢 重新宣布进行宵禁 所以代表的是 呃 显然的 还是有些嘉年华 呃 地方的party 造成了这个疫情呢 再次的扩散啊 所以呢 这个圣保罗 他们宣布 从今天开始 呃 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五点 要实施限制人群活动的规定 而且要加强 稽查跟取缔啊 那他们当然讲说 如果你没干嘛 没做一些坏事啊 没有呢 这个特别群聚 不会受到影响啊 好 所以呢 这个是目前的巴西又重新拉起警报来了 我们休息会回到现场 好 回到来宣时间啊 这么刚讲到的是有关于呢 这个全球的疫情啊 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全球疫情感觉起来啊 就是说怎么讲 就是随着疫苗 确实让大家呢 可以比较放心 而且呢 全球现在施打的啊 这个进度啊 本来就是还是有一些 呃 不敢打 不想打 担心副作用啊 等等的一些状况啊 那像是连我们邻近的香港啊 这个香港算是蛮西化的一个城市啊 你也看到他们有半数以上啊 他们可能呢 也不太想打啊 那所以逼得每一个国家的领袖啊 都卷起袖子来呢 呃 必须要带头打啊 那像是南韩也传出来说呢 呃 他们有所谓的牛津啊 跟这个牛津就是他的防护力相对来说 比较低嘛 百分之六十五 然后呢 传出来的副作用一些什么发烧啦 头痛啦啊 那所以呢 有些国家的医护人员啊 说还打 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说不打啊 那只是说呃 就相较于这个莫德纳啦 呃 辉瑞啦 百分之九十五的防护力啊 相对来说的话呢 副作用也低一点点的话呃 牛津的话题比较多啊 但是呢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在南韩呢 他们要施打的就是辉瑞跟这个呃 这个牛津 那竟然呢 呃在这个文在寅要率先施打的时候呢 有民众要求说那你要打牛津 你不能够去打这个辉瑞啊 你要打防护力比较低的 这样子还可以带呃 这个发挥呢示范的带头的效果啊 那后来呢 呃这个青瓦台的发言还度说 我们的总总统又不是人体实验啊 我干嘛要去跟你打这个防护力低的 结果呢 引发了民众又一波的不满啊 说那难不成我们就可以去当实验吗 哦等等等啊 所以呢 这些部分都显示出来呢 呃 疫苗虽然目前呢 呃越打越多 但是呢 相关的一些争议啊 当然也还是有 不整体来看的话啊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趋势啊 包括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 像是呢 呃这个辉瑞 还有呢 呃这个莫德纳啊 他们呢 对于美国的国会啊 这个作证的呃 这个表示 他们正准备要把这 目前呢 新冠疫苗的产量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呢 这些部分呢都算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我们要讲的就是呢 其实当好消息来临之后啊 大家可能有点点有恃无恐啊 那一些防疫的措施又松懈下来了 然后我们刚讲的像是巴西啦 那像是大家担心英国这样子一个呃 所谓的啊 这个解封的阶段跟计划啊 是不是呢 真的可以那么如期的呃完成啊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 可能都会反映出来 在这个一年多的啊 这个新冠疫情底下 就算啊 可以稍稍的放松 像在台湾 都变成是那种有节制的放松 就算是你想要去呃这个呃 party啊 这个开心一下 那也很难啊 这个完完全全的也不宜啊 去过度的狂欢了啊 否则的话呢 会造成一些呢 可能疫情捐土重来的这一些呃 糟糕的不断的啊 这个恶循环 ok好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跟讲到疫情啊 这个相关的消息 好那看完疫情一样呢 接下来看的就是欧美股市啊 这个欧美股市呢 在昨天的表现的还不错 因为呢在昨天第一时间 我们就跟他讲到了 有关于美国联准会的主席鲍尔啊 这个他相关的一些谈话 呃等于是呃平息了啊 这个有关于大家担心通膨的上升 因此导致了宽松呃 这个政策也就是一个资金party啊 要这个喊 喊停了啊 这样的一个担忧啊 所以呢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 看得到的欧美股市呢 在今天几乎都是呢呃大涨做收 都是红通通的一片 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好在美国呢 道琼工业指数上涨了424.51点 收在31961.86点 涨幅是1.35% 拿下指数上涨132.77点 收在13597.97点 涨幅是0.99% S&PY呢上涨了1.14% 另外呢费城半导体涨了3.24% 好这是美国股市 那欧洲股市呢三大指数也都是上扬 德国呢涨了百分之0.8% 英国涨了百分之0.5% 法国呢也涨了百分之0.31% 好那所以呢都上扬 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说包括鲍尔的谈话 那包括了一些呢像是德国啊 他们有一些呃这个经济数据看起来的表现啊 这个成长数据还蛮强劲的 好所以呢这些呢 都是让欧美股市呢上扬的最主要的原因啊 那我们再讲一次啊 这个鲍尔他的一些谈话的重点 第一个他讲到说呢通货膨胀 现在呢还没有那么快 呃虽然这个美债的殖利率啊这个往上走 但是呢通货膨胀要到达联准会所担忧的百分之2 他说至少要再花三年的时间才会到啊 所以呢从第二个角度看 当然也就是哇你这个经济要复苏 你还要再花个这个两三年的时间 那当然呃若是到2%的通膨 他们担心的就是过热了啦啊 好那所以呢呃 要复苏可能一年多OK 但是要在很繁荣 可能要在三年的时间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这个他呃 呃鲍尔保证啊说目前的话呢 会维持基准利率呢 在接近零这样的一个水平 而且呢当前的购债的一些速度 会依照目前的状况呢继续进行 好那这份当然也就包括了呢 一个是购债 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财务的相关的一些纾困方案 好所以呢这个1.9兆的刺激方案呢 我们昨天有讲到说他们打算哦在3月14号的时候呢 希望能够在参议院等于是在这个呃 就业失业的今天到期之前呢能够通过 那今天的话呢众议院打算呢就在明天2月26号啊 就要来进行相关的表决 好所以等于是众议院参议院一关又一关 这个部分的话呢是市场高度关注的OK好 所以呢这些呢都带动了昨天的欧美股市的哦 这个大幅度的上扬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刚讲到的一个呢 呃就一些个股啦 这个股的话包括像是疫苗 那像是辉瑞跟莫德纳啊 他们打算要呃增加他的量产 那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啊 这个两个股价啊却都是下跌的 莫德纳的下跌了百分之三点五八 辉瑞呢下跌百分之零点四七 那再来的话呢表现比较好的啊 像是特斯拉啊特斯拉连跌了几天之后呢 我想很多人当然让他看好啊 他的未来性啊所以呢逢低赶快买进啊 所以有一家叫做Ark Investment啊 他们的首席执行长昨天呢 大局买入超过1.2亿美金的特斯拉的股票啊 所以呢让这个特斯拉呢突然之间上涨了百分之六点一八 再来的话呢呃其实有关于啊这个散户的大逆袭这个话题 只是没有那么戏剧性啊这个相关的状况 其实都还在持续当中起起伏伏也不断的一波又一波的逆袭啊 这个GameStop呢在昨天尾盘的三十分钟之内再次的暴涨啊 这个收购了百分之一百零三点九四 哇好回到蓝薰时间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欧美股市呢 在今天呢都是上扬的啊 因为他们呢消除了啊 对于呢可能通货膨胀呢 呃这个目前啊可能就会上升利率上升等等啊 也因此呢这个宽松的资金行情呢呃要画下休止符这样的一个担忧啊 最主要呢是来自于美国联准会鲍尔的一些相关谈话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看呢就这些个股啊 那这个个股里面有些话题性的部分了啊 那包括像是GameStop这边讲到的是一些散户啊 这个目前啊想要改写啊这个华尔街的游戏规则啊 可能不见得那么快的就会达成啊 但是至少呢会让华尔街呢不得不去注意到呢 有一群啊这个零零散散的在这个市场边缘的他们呢团结起来的的时候啊 也是一股呢不容小看的一股呢逆袭的势力 那再来的话呢呃这个比特币持续的呢是受到关注的啊 先前的话呢是马斯克啊这个大笔的买入了比特币 那也让比特币可以去交易啊买这个特斯拉受到关注吗 这个比特币也不断涨了但是过来过去两天啊也有跌 那另外的话呢在今天有一个也是买比特币啊因此形成的话题 他叫做MicroStrategy啊他们呢在今天呢上涨了百分之十八点二九 而是因为他们呢再次斥资大买啊就买了十亿多美金的比特币 好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总而言之啊这个最近的比特币确实呢还是一些相关的话题 很多人都说你追了没没啊但是很多人也不认为啊就现在是一个追高的好时机 那再来的话啊看到几个的个股里面我们刚讲到了跟疫苗有关的啊 这个目前看起来有有更新的除了呢辉瑞跟莫德纳要增加产量之外啊 Johnson Johnson啊这个嬌生啊似乎呢他的呃疫苗呢更具有啊这个吸引力 那他现在呢目前看起来呢送到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去呢啊这个申请审查的啊内容显示出来 Johnson只要单计啊现在我们现在所有看到市面上的啊不管是呃中国的俄罗斯的美国的啊这个英国的德国的等等都要两计啊 那只是说呢因为先前担心说呢呃这个疫情不断的扩散所以后来才会说那先打一剂好了 但很多人打一剂那之后呢拉长时间再去完成第二剂啊 所以但意思是说先让他广泛的施打那之后的话呢呃这个接下来再去呢补打第二剂啊 那但是重点都都在于说还要有第二剂而且呢第二剂打下去之后整个的防护力呢才会来的更高 好但是呢Johnson这一次的话呢是叫单计打一剂就好打一剂呢就可以有足够的防护力哦 所以听起来的话呢非常吸引人那更好的消息是他们呢现在目前呢通过审查 预计在这个周末以前美国的FDA应该就可以正式批准他们的疫苗呢来进行紧急的授权使用了 OK好所以呢等于是通过之后啊这个礼拜之内Johnson将成为美国的第三支被核准施打的疫苗 OK好所以呢这是Johnson相关的好消息那再来的话呢Moderna也是我们刚刚讲到美国的这一支啊等于是在辉瑞之后的第二支的疫苗 他现在呢针对的啊这个新的话题点是他针对呢南非的变种病毒来进行相关的设计啊跟这个身体试验 那因为我们先年有讲到说呢目前市面上相关的疫苗对于英国的变种病毒呢是有防护力的 但对于南非有些部分的话呢防护力会很明显的呢打折啊甚至呢这个可能打折到可能就50%60%左右而已啊 那本来是90%几的吧啊那所以呢现在Moderna针对呢新的这个南非的变种病毒呢进行人体的试验这个试验呢很可能在几周之内就可以开始啊那所以先前我记得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就他们有说他的这个规模可能不需要这个先前来的那么的大啊 因为他针对的是一个变种的病毒啊有这个说法啦啊那所以总之呃如果说他规模不用那么大的话呢 Moderna针对的南非变种病毒应该啊也不会到呃太迟啊那所以呢对于目前那么多的变种病毒一个一个出来啊 这也是大家担忧当中的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有药厂目前的正在针对变种病毒呢来进行相关的疫苗的人体试验了 OK好所以呢这些的都是跟疫苗有关的一些呢呃这些呃像相关的消息啊 OK好那看完这个消息之后的话呢再来看美国啊今天呢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事实上是拜登啊他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 那我看到今天呢国际媒体啊都还蛮关注这样的消息的因为这个消息本身啊第一个对于美国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呢是他的供应链 那尤其是跟半导体有关啊最近这段时间呢半导体台湾之所以这么的夯啊跟我们的台积电啊啊那现在的话相关的什么联电啊等等啊以水涨船高都是因为呢现在啊这个全球的晶片呃虚片恐急啊那所以呢台湾呃不断的是啊各个国家寻求帮助的一个重要的对象啊包括了像是美国的车用啊这个晶片 德国也是啊那呃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对全球来说第一个这是生意第二个呢我来说这是一个国安啊是跟国安有关啊所以呢在今天看得到的是呢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行政命令呢他特别要求检查的是四大关键的供应链好那这个四大供应链呢这个当中包括了啊这个就是啊第一个半导体的供应链 那再来的话呢是跟一些国防产业啊国防产业有关啊包括了这个大型的电池还包括了稀土啊这些呢都可能是呃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在平常的状况底下是涉及到的是一个产业的繁荣跟可能的就业的状况但是呢再严重起来的话呢很可能就会影响到国家安全比方说稀土比方说事实上你说这个半导体的产业链也是啊 像是对德国来说汽车几乎是他们的呃国家级的产业如果整个汽车垮掉了的话呢其实整个的国家的经济啊也会受到相当程度的影响那虽然对美国来说呃虽然他们有新的高科技的发展了啊但是呢汽车汽车也一直是呢在传统产业里面蛮重要的一个呃算是一个产业啊也是呢像上次啊过去这段时间呃美国在打选战的时候 川普为什么会呃重新回到一些呢去争取所谓的生锈带啊铁锈带的选民就是因为他们啊像什么底特律啊这些呃城市啊他们的这个传统的制造业汽车呃越来越萧条那所以这些部分的话呢其实当他严重起来的时候啊呃都会是涉及到冲击到这个国家的稳定跟国家的安全好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呃拜登啊他要求呢针对这个四大产业啊 半导体晶片电动车的大容量的电池啊还有稀土还有现在眼前的最重要的疫情当中的药物进行呢在一百天之内这个呃产业链的大检查那这个检查当确定自己的呃整个的产业状况是不是会被别人掐着脖子那如果要突破的话呢该怎么办啊所以呢这个接下来的话当然他们也重申了跟台湾之间的关系跟台湾的重要性啊所以呢他们这样子这个一百天的 检讨之后啊要求说呢接下来要进行相关的改善跟更进一步的紧密的合作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回到蓝薰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拜登啊他签署了一个行的命令啊要求呢他们相关的一些产啊这个等于是行他们整个的算是国安相关的呃部门还有呢经济政策啊这个相关的部门呢就在一百天之内要完成这个供应链的检讨啊而且呢对于拜登再次的提出报报告 那另外的话呢也要求其他还有六大的产业链啊也要呢提交报告在一年之内这包括了一些国防工业啦公共卫生跟设备的产业啦资通讯产业能源部门产业运输工业产业还有农产品跟食品产业这些部分呃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次次要命那么紧急啊但是也重要那就是在一年之内也要提出相关的报告那这个行政命令也要求这一些我们刚讲到的领域 未来每四年都要检讨一次确认一次这供应链的状况啊可以呢维持美国的竞争优势无余而且呢对于他们的整个的国家安全来说的话呢不至于被别人呢掐断喉咙没有任何被阻断的可能性好所以呢就是呢目前他们呢啊这个行政命令的重要所在那在这样子一个他们的行政命令啊 等于是他们就对例行记者会说明了这个拜登啊这个签署了相关的行政命令的时候就有呢美国的媒体啊直接问到说那么美国要如何因应目前看起来显然的啊这个涉及到国家安全了这个晶片短缺的危机啊因为目前的话呢美国的车厂啊在过去的一两个月里面甚至已经宣布啊要减产 因为就是没有晶片怎么买都买不到啊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呢尤其在疫情期间啦不只是美国包括欧洲也是啊就是看到了整个的城市跟城市之间shut down所以呢不只是飞机不飞车子也不跑那所以呢他们很多的这个汽车就减少他们的等于是降产那所以很多的这些零件啊也就想是本来要买的啦就没买啦库存不够啦就没有补之类的就没想到呢这段时间啊这个相关的产能也因此就被挪去做别的用途了比比方说 iPhone12比方说呢相关的一些云端啦什么资料中心的这个人工智慧的晶片啦通通啊就是满载啊所以等到呢这个疫情稍微的趋缓了这些呢汽车公司想要回过头来再去买晶片的时候发现哇所有的这个晶圆厂的通通满载没有人要去接你的单子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呢这个车用的晶片短缺的最主要的原因啊所以呢逼得啊这些汽车厂商只好继续减产然后甚至有些厂啊这个美国甚至有些厂啊 官场啊那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啊这个拜登要跳出来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最主要原因了啊那这也是为什么啊这个美国的媒体在昨天听到这个神经的命令之后就马上问他说好那你要去检讨100天之内但眼前你要怎么解决这个晶片的需求啊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呃他们算是美国白宫啊这个安全会议的主任叫做Peter Harrell啊他直接说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双方呢这样讲 在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我想呢这就是我们昨天有谈到啊这个先前的经理部长王美花啊事实上呢跟美国相关部门呢进行过视讯的对话谈的就是呢车用晶片啊希望台湾能够帮帮忙他们也感谢啊台湾应该是有帮忙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这个 今天就报到头半头条报道了就是呢美国正在揪台厂啊呃希望能够呢共组半导体的晶片的联盟啊这个当中当然就是要去解决他这个最主要的可能晶片短缺的 问题吧那当中的话呢呃就说这个加强对台湾的合作降低美国要降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好所以呢业界也点名了台积电跟日月光啊需要挑大梁那如果说你把合并来看的话啊这个这两天陆委会的新任主委呢邱太三上台的时候呢他谈到有关于两岸之间要有更多务实的交往啊 尤其在这个疫情慢慢呢呃这个解封之后但他也特别强调呢在一些业界啊这个高科技的资通讯产业里面可能有一些相关的机密法必须要去进行修正啊我想呢这些可能都是呃一连串的啊这个对于美国来说要组成啊跟所谓的友邦啊这个组成了半导体的联盟 在经济部分产业联盟但某个程度也必须要去组成一个呃有效的可以抵挡啊这个中国大陆不管是呃这个导致啊这个产业链中断或者他去窃取中间呢比较高端的机密跟技术这样子的一个可能的呃联盟我想对台湾来说这些动作台湾其实很多啊蛮敏感的或者蛮重要的一些政策啊其实坦白讲都不是台湾自己啊可以单独决断呃 那很多其实都是受到美国的或是一些区域性的影响的啦啊那这个不管是所谓的第一岛链军事上的概念也好或是一些呃战战略上的概念也好甚至连产业部分啊其实某些部分也扮演了啊这个产业的国安角度的思维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讲到的是有关拜登这个动作啊其实在现在高科技的产业啊这个几乎是主宰着全世界改变了人类文明的面貌的时候啊这方面真的就是 不管是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对于产业跟工作啊是带来很多的一些机会但是某个程度来说也形成了国安的挑战谁拥有这方面的啊绝佳的技术最尖端的表现啊谁可能就会影响可以主导全世界但是他也有某个程度可以造成一些垄断美国其实某些大公司也形成了垄断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讨论很多什么脸书啦苹果啦呃这个呃什么google啦啊这些各个 国家啊这个谈到有关于反垄断的原因嘛啊所以只是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他经济有经济的角度生活有生活的角度言论自由有言论自由的角度国家战略有国家战略的角度OK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是有关于拜登谈到了要跟台湾啊跟一些国家我相信还有这个南韩等等啊啊这个主半导体的联盟但既然讲到这个样子目前看起来台湾是很多国家啊有求于台湾的话 那台湾对从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得到什么我今天呢刚好看到一个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呢中国大陆啊他们现在当然就跟美国之间开始呢相互试探有更多可能善意跟合作的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呢也开始啊要想办法去参加更多更多的这些经济上的组织包括CPTPP啊所以呢在过去对台湾来说的话呢我们想要去参加的我们不去参加的是以中国为主导的这个东斜 但是我们想要去参加的是希望以美国跟日本啊为主导的CPTPP现在呢连中国大陆都积极的啊他们的是商务部的副部长王寿文啊他特别强调目前呢要求中国动起来啊他们要去针对呢怎么样加入CPTPP进行相关的研究而且他们也已经在跟目前CPTPP的会员国11个国家当中的若干国家进行接触争取他们的支持好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呃连中国大陆动作都那么积极 而且他进去之后或是会不会他会演成跟当初一样啊要进到WTO的时候他们得要先进我们才可以后进那我们呢呃可不可以借由这个机会要求美国虽然美国也退出CPTPP然后被重返他还一样的会有一些实质的影响力因为他现在目前主导的是日本啊所以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被需要的机会啊呃争取美国的支持或者说呢让日本也能够更快的推动啊这个台湾加入CPTPP 我觉得都是啊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啊很多事情呢就是在这样的发生当中啊但是我们政府呢或者说一般的媒体啦关注的焦点永远就是在这几个啊重复来的重复去的一些焦点但事实上真正影响到整个国家跟大家的生活跟经济影响更大的部分的话呢其实看起来好像动作都不大啊好所以呢到底我们怎么样子跟美国之间能够互相有利的往来我想这是重点好回到来宣时间啊 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有关于呢呃这个嗯美国啊这个拜登呢他签署了行政的命令啊讲到了一些可能产业当中的产业链的一些垄断的问题我们刚才谈到了有一些啊这个嗯可能数位平台的垄断啊所以呢另外一个呢受到关注的在过去这几天那就是澳洲跟脸书之间的大战啊那经过呢呃这个几个礼拜的拉锯啊这个之后呃终于目前看来尘埃落定啊这个等于是脸书投降了啊目前看一下澳洲确定通过一个 叫做媒体议价法要求呢所有的包括呢跨国的啊这些呢数位平台未来必须要为刊登澳洲所产制的新闻内容付费啊所以呢这等于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出来啊为他们的一些新闻媒体啊出来这个等于是撑腰了出来替他们赞相啊要求呢这些国际的数位平台必须要付出啊你没道理说大家为你充实了这么多的丰富的内容然后呢你就是 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觉得是理所当然啊没这个道理啊那所以呢当这个澳洲国会呢在昨天通过这个呢被称为划时代的立法之后啊马上的引起了真的是非常广泛的讨论跟报道啊目前看起来加拿大跟英国等国也考虑呢要成立类似的相关的法案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等于是啊这个嗯算是新闻媒体啊这个终于有一大胜利吧终于是脸书跟Google啊事实上呢在欧洲这样的一个这场风波里面啊 呃脸书Google都是呢被讨论的对象啊只是呢Google呢在一段时间之后他已经先把态度放软了他同意啊要去付费啊去在这个Google当中如果你可以搜寻得到任何的澳洲的新闻媒体所报道的内容的时候他们同意付费啊所以呢后来的话呢话题就转向了呃坚持不愿意的脸书啊那这个Google当初的话呢是跟这些呢澳洲的媒体公司达成了数以百万计的啊这个呃美金 的合约啊那游戏当中包括最最大的两家啊就是一个是梅多呃的新闻集团news call啊那另外的话呢是叫做九号台的娱乐控控股公司啊9 entertainment啊那所以呢就是澳洲两家最大的呃新闻的供应啊但是供应商就是了啦啊所以呢呃是Google跟他们谈妥了啊这个相关的条件那现在脸书啊呃先前其实就已经有传出来跟澳洲之间达成协议啊就是说本来还是封锁了所有啊 澳洲的新闻呃在脸书上面被看到啊等于屏蔽掉了啊但是呢后来呢跟澳洲啊政府之间大家大概看到啊这个澳洲政府态度是蛮强硬的啊那显然他有很多站不住脚的地方啊所以终究呢经过这几天呃的磋商啊这个讨论沟通之后啊他们的立法里面当然也给了不少呢宽带的时间啊给他们一些可以去谈判的啊那么一些条件然后脸书呢也决定啊他已经恢复了 澳洲啊所有他们这个脸书平台上的新闻页面那也同意要进行付费OK好所以我想呢这个部分呃对于所有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啊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说那台湾呢啊台湾事实上呢也是一样呃脸书啦啊什么啊YouTube啦IG啦等等啊他其实占据了台湾呢几乎啊呃非常多的啊这个新闻几乎你看到很多台湾明明是台湾的新闻媒体 所缠制出来的内容但是他都是从别的地方被看到然后才导流到回去看到这些新闻的本身的啊网站或是官网等等啊那对他来说的话呢其实呃广告啦啊流量等等影响就很大哦所以他的生存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但重点在于他确实喂养了大部分这些数位平台的内容OK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当澳洲啊目前的已经政府站出来了啊那这个加拿大英国也打 马上要挺进的时候那台湾政府呢台湾政府的面对这些呢跨国的数位平台跟台湾的新闻媒体之间这样的一个供需当中的关系是不是也必须应该要真的挺身而出呢OK我想这个部分是蛮重要的啊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说可能你今天只是在使用而已啊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提供者啊就像你今天现在那么多的YouTuber 很多现在年轻人立志要做什么呢要做YouTuber好那如果说你立志做YouTuber你发现说你制作半天之后呢有另外一个人他呢呃拿你的东西去播或者假装是你然后呢赚进了所有的广告费啊这个置入的钱等等的时候啊你会觉得你吞得下这口气吗啊所以大致来说就于很像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是现在目前很多的新闻媒体啊尤其传统的新闻媒体呢面对到了呃这个整个生存的 输死战了啊好所以呢我觉得对政府来说他必须要去协助啊成立一个有合理的啊这个游戏规则这样子的话呢呃才会让啊这使用者付费让这个相关的一些呃行业产业啊跟内容都可以很好的发展OK好所以呢这些是跟那今天我们看到比较重要的国际新闻有关哦还有还有个国际新闻学老虎武之了老虎武之不是他真的是我觉得他嗯当然是一个打球打得非常棒的啊这个很多人 形容他像天才一般但他的整个的呃生涯真的我觉得还蛮坎坷的啊事情好多经常出车祸要么就是什么吸毒被发现那使用多种药物然后以下又离婚呢又什么的虎女郎啊坦白讲呃真的是还呃这个蛮蛮缤纷的啊他的这个人生挫折也还不少啊那这次显然是一个很大的挫折甚至大家讨论说会不会中断啊他的这个高尔夫球的生涯啊那因为他的翻车啊 受到重伤啊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开放性骨折骨槐碎裂啊还不是骨折碎裂啊所以呢伤势相当严重啊但是他的意识很清醒没有任何的生命危险啊那他醒过来之后呢还感谢了医护人员感谢了警局消防局等等等啊所以呢看起来他的意识是清楚的那警察局长啊还说就当地的这个警长说他能够活下来几乎是奇迹啊因为他的这个车翻翻翻翻到这个拨下去了 而且呢被严重挤压啊所以呢当被发现的时候呢这个车头是几乎呢是烂的啊但是呢嗯他们却从里面拉出了啊这看起来金呃这个意识还清楚的老虎五姿好那为什么啊为什么他一个人在车展而已为什么他车子会发生如此严重的车祸车祸啊那当然有说啊那个路段本身经常会发生致命的车祸啊所以他路段可能设计上面有问题但是有没有可能啊跟他自己本身过去 的一些可能的不良记录记录有关导致啊他分神了或是说呢呃这个开车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目前还在调查当中好那我想大家关心的当然是对于他的啊这位呃高尔夫求天才啊他的这个生涯会不会受到职业生涯会不会受到影响OK好所以呢这个是在今天比较重要的一些国际新闻哦那回过头来看台湾啊这个台湾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呃这个联合报道头版头条 报道的是啊这个国际影音平台说中视呢还呃公共电视还是打算要做啊那去年的话呢曾经引发过争议了就是他们想要做但是他们的公视的董事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成为政府的大外宣的国际宣传平台而因此呢愤而辞职啊所以让整个事情的嘎然而止那是不是因为呢平息了以后打算哦大家呃没注意了打算再来呢坦白讲我觉得公共电视啊要做国际宣传 新闻很好很OK但你不要去跟政府拿钱做政府的呃宣传管道这政府有自己的啊他他如果真要有他自己有他的宣传管道譬如说他这段时间就委托中央社嘛公共电视是被认为是由国会啊这个制定相关的法案跟预算给他所以他代表的是全民的呃这个电视台啊所以他应该做的是一个呃全民所需要的电视台而不是拿了政府的钱 只能为替政府说话的电视台我想这个部分是有差别的了啊OK所以呢这是一个话题再来的话呢就是呃我们一样啊这个疫情相关的最新消息啊那做呃昨天我们的疫情中心啊除了讲到有四起的移入的案例之外啊那实际上台湾本土的话呢相对来说是已经度过啊这个可能紧急的难关了所以三月份开始呢打算要解封好有五大啊有五大啊 啊这个人士啊可以呢来放宽入境呃跟转机啊包括了就是来台湾接受国际医疗者无居留症的外籍人士港澳人士大陆人士还有呢停留时间八个小时之内呢转机的人好这五类的人的话呢在未来这段时间因为我们一度也是类似像是类索国了啦哦那所以这五大类的人士呢可以开放尽管而且呢一些低中低风险区跟中低 风险区的国家目前的话呢来台湾短期商务呢可以考虑申请缩短居留呃但是进来的时候还是要持三天之内的阴性报告而且呢呃居家检疫的时候还是得要一人一户OK好我们时间到了明天见拜拜